雲南東進若葉超通分公司在上星期二 向超通市捐贈防疫物資 聲稱價值110多萬 市政協政府主席、市委常委、副市長等人 都有出席捐贈儀式 向東進若葉董事長頒發證書 同時防控指揮部的感謝信 不過近日有員工就匿名踢爆 東進若葉捐贈的物資 根本就不值110萬 他將所有捐贈物資逐一按市價估算 估計總值並不足20萬 他還說所謂50噸消毒液 其實是用0.5噸的原液稀息而成 即使計他要用50噸的水稀息 最多都只值14000元 而且在稀息時也沒有按標準比例 從前先灌那個小毒液 再灌水 往同一道的那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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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個過程它是沒有標準的 就是就自己拿那個瓢 往裡面挖了 沒有固定的量氣嗎 就是從我們員工車上面 就是誰喝的有那個飲料品 然後空瓶拿過來就滑開 然後就這樣灌它這樣 東進藥業就否認有報大數 又強調稀息消毒液是根足標準 他質疑是有人惡意中傷公司 當地宣傳部就說 已經通知紅十字會核實調查 大陸非常精神